歷經了智慧超群的大學校技系列賽 竭令人熱血沸騰的高中校技對抗賽 本週 國中自由生們也將展開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你知道國中生有多聰明嗎 他們是最專注於課業的階段 知識即將開始大量累積的起點 來自北中南 六所名校將進行為期五天的智力對決 誰能在本週拿下國中校技的最強名號 十萬元 倒數開始 歡迎收看金頭腦 今天的主題是國中校技對抗賽 獲得總冠軍可以獲得十萬塊的獎金 那只要經到我們的最後的決賽有白藍寺學竟基金 對 這個基金讓你的學業進步 增強你的免疫力 最後一天進入賽事的每個人都有一箱 首先來歡迎我們六所學校 歡迎 首先我們看紅色的 紅色衣服是 我們來自明治國中 來自新北市三重區的明治國中 是由五位語言自由班的學生所組成的隊伍 面對金頭腦大量的文史提琴 他們能否佔有絕對優勢呢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才參加這個比賽 希望我們可以加油獲得勝利 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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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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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特別選了三個女生 跟兩位男生 跟兩位男生 對 最高的郭同學 你身高多少 180 已經這麼高了 通常是比較高中的時候才會比較 開始來拉的時候 所以他當然將來可能到200 所以100 打籃球嗎 都沒有 都沒有 就躺的那邊就一直長 好厲害喔 歡迎你們明治國中 謝謝 接下來這邊是穿白色的林同學 你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小明女中 在台中 是一所升學率極高的明星學校 任何位成員更是獲獎不數 頂決兼優的學生 是一支極具冠軍項的隊伍 讀書風氣還滿盛的喔 所以將來一定要考台中女中 還不確定耶 還不確定 國二啊 國三 國三 等一下喔 如果有國二來參加 有國三參加 會不會這樣子不對等呢 會不會 應該是還好吧 還好 感覺盡頭的題目都 不是執著重在課頁上 了解 多多少少有了 對 表示真的有看節目 有在看 那真的有在看 上面的陳同學 15號 我們來自台中的北新國中 由陳瑞宇所組成的這支隊伍 五位隊員 都是校內成績前十名的學生 其中賴選一 更是北新國中的校牌第一 這組校內精英的集合體 能否如願夺冠呢 接下來這裡是要證明我們自己的實力 北新國中自由班 加油加油加油 十萬塊 我來了 曾同學你們是同班嗎 我們都不同班 怎麼著急的 我們都是自由班的學生 不同班但都自由班的學生 對 那你怎麼號召呢 就是貼公告 不是就是 我們都是挑那種 校牌比較前面的同學 喔 所以直接看一個名單 然後直接想好 我要自己 我要你你你你你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老師知道吧 知道 是老師挑的 還是你們自己挑的 我們自己找的 那你們本來就認識嗎 還是今天 都認識 OK 所以也是有一點默契 對 所以他講的這個 算是很厲害了 他等於 等於這個是 不避諱的說 我們就挑出全 全校前十名以內的啦 今天如果輸的話 就難看了 對 好 這個信心十足很有很有架勢 北新國中 歡迎你們來 歡迎 已經有先講了 全 學校前十名的都來了 你們是高雄市 什麼國中 這一組 是來自高雄的右昌國中 他們網羅了 語文 其數理自由班的學生 打算將比賽中各種題型 一一拿下 充分展現出 對比賽勝利的企圖心 新國中 忍耐有唱 又唱國中 CROSS 你怎麼著急的 一看到就馬上打電話 然後我都跟 我最常跟他們說的話就是說 好我知道這有點突然 但是我現在給你們15分鐘 我不是讓你們去問你媽媽可不可以參加 我是讓你們去說服你媽媽參加 說服你媽媽答應參加啦 對 聽起來好像叫媽媽來參加 因為每個都要經過父母 為什麼問媽媽不問爸爸呢 就 普遍的問媽媽吧 有問爸爸的請舉手 他們兩個問爸爸 為什麼這麼不聽話要問爸爸呢 康同學呢 他叫你問媽媽 你為什麼問爸爸 沒有其實我是兩個都有問 對 就是都要徵求同意 那請問一下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你說你要參加金頭腦 他們怎麼回應 沒有因為其實我們都國三了 然後 下個禮拜有模擬考 然後 在30天就要大會考 所以其實 我媽她是有點擔心就是 這個時間點 但是 因為我就跟他們說我覺得 來這邊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所以 這個不是理由吧 讀書是每天要讀的 你們來也不過來一天 錄影時間對不對 對 你們怎麼會耽誤你們 而且你們這一天也不是在玩 你們這一天是吸收知識 做父母的有什麼理由不同意 我還要問父母同不同意 你們去抗議有沒有問父母同不同意 鄭沛柔 你也問爸爸 對啊 因為剛開始我問我媽媽的時候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念 他就說 你坐山望四啊 然後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們都已經國三了 所以以後 就是如果再碰到這個 這一次的徵選對象 也還蠻就是困難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就想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其實父母一定會同意 你們又不是出去遊山玩 你們來這邊結交好朋友 最起碼也看到心目中的偶像 對不對 JANET 喂 你要接這句嗎 你考慮清楚喔 有 有 那個 蘇英堂的阿嬤是胡瓜的超級粉 有接下去 還要接這一句嗎 對啊 我都是 我都是吃奶殺手的 好 歡迎五位了 歡迎 這是我們的佑昌國中 上面 下面制服很整齊的 召集的是林芝璽你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來自高雄的佛山國中 召集人針對節目提醒 網羅了各領域的高手前來挑戰 做了充分準備的他們 表現會如何呢 這次我們代表佛山國中出賽 我們壓力蠻大的 但透過萬全的準備 相信我們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 這五個孩子是佛山國中 國英數字社的五顆精英 那這次他們自發性的代表學校 參加這個比賽 充分展現了新世代的創意跟勇氣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得到很好的成績 加油 一二三 佛山國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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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可以的 加油 你怎麼召集他們 就先從班上召集 這三個都是我們班的 同班的 另外兩個呢 另外兩個 有一個是只有班的 所以你們通通不是只有班 只有他是 沒有 我跟他是只有班 是只有班的 所以只有班的同學就召集來了 有看我們節目嗎 有 我是忠實粉絲 會難嗎 有些很難 不過有些是有教過 可是要多想 對 要團體作戰 對 要團體作戰 裡面只有掛眼鏡 劉彥廷 只有你一個戴眼鏡 還是他們都戴隱形眼鏡 他們 他們要等打鐵的時候才會戴 打鐵 打鐵 看題目才會戴 喔 對 所以現在是造型是不是 先不要戴 是 要有自信喔 你看每個人來這邊都要交朋友了 好 這邊的學校呢 哇 身高明顯的都特別高的 游思維你好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 來自宜蘭的壯圍果州 面對著北中南各地區 由校排精英組成隊伍 他們能否跟各校高手披抵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 魅力無敵真正好 酸奶 我來了 這是你們學校的運動服 沒有 就是外套而已 外套 然後裡面是制服 可怎麼你們學校的外套 這麼像作業員啊 對啊 這三位男生最高的應該是 施血路還是 施血路 他啊 康同學來 身高多少 應該快17 應該有175了 也是國二啊 對 你是喜歡女同學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今天來聊女同學怎麼漂亮喔 有沒有喜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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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有沒有沒有 不要說謊對不對 我相信三位都很喜歡聊女生的 所以一個應該好好努力作戰 留下美好的印象 好不好 加油 歡迎我們的壯圍博中 在介紹完各所博中後 比賽也將正式開始 今天的規則是積分淘汰賽 聽完提醒後 可自行推派代表作答 先取得六分的隊伍 極可晉級 面對著關鍵的第一分 小美女中 會派出誰來作答呢 他 他吧 因為他邏輯比較好 對 他邏輯很厲害 對啊 亂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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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是邏輯題的 請準備 請出題 賣蛋蛋麵的老張 有一個兒子 跟一個女兒 請問 老張的兒子 的叔叔 的爺爺 的女兒 是老張的誰 一 姑姑 二 媽媽 三 阿姨 四 嬸嬸 請做答 這道饒舌的邏輯題 你看出答案了嗎 卑西離奇的破項原因 令自由生們 摸不著頭緒 這個我們 請問 老張的兒子 的叔叔 的爺爺 的女兒 是老張的誰 一 姑姑 二 媽媽 三 阿姨 四 是 嬸嬸 請做答 好 一二三四 都有人選 好的 二三四各有一個 三個人選一 我們先問 林芷喜 你個人選二 媽媽 怎麼說呢 因為 老張的兒子 的叔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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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張的弟弟 弟弟 那弟弟的爺爺 弟弟的爺爺 就是 老張的 阿公 阿公 那阿公的女兒 就是 老張的誰 老張的 媽媽 或是 阿 阿公的女兒 好 絕對不是媽媽 因為媽媽不是屬於這個系列的 不是嗎 阿公 阿公的媽媽 Grandfather的女兒 老 不是不是 老張的兒子 老張的兒子 他的叔叔就是 老張的弟弟 那弟弟的爺爺 也就是老張的爺爺 對 那爺爺他的女兒 就是老張的媽媽 對啊 老張的媽媽 不是不是 老張的媽媽 不是老張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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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屬於這一家的吧 喔 所以是屬於 媽媽是外嫁過來 是屬於爸爸那邊 對 他是爸爸現在講爸爸這一個 喔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姑姑沒錯啦 那有人選三 你是選的是 鄭沛柔呢 阿姨 就是 我在想應該是姑姑 因為 我剛才就是想成是媽媽那邊的 所以才會選 就是選成阿姨這樣 對 聽這樣講完故事 是跟媽媽沒關嘛 對不對 對應該是就是爸爸那邊 是 媽媽的姐妹們 我們才叫阿姨 嗯 對不對 所以在媽媽這邊是沒有關係的 石學如 你選嬸嬸 嬸嬸是 嬸嬸是誰 嬸嬸是誰啊 什麼叫嬸嬸 嬸嬸的關係是 叔叔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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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跟叔 跟 跟這一家外面的結婚都沒關係耶 對不對 因為是他的女兒 對 所以他不可能跟 兒子跟女兒不可能結婚嘛 這個一定是老張的姐姐 或是老張的妹妹 兩個都叫姑姑 都叫姑姑 喔 喔 因為比較簡單啦 喔 阿姨 阿姨 你們永遠是阿姨阿 對 都是阿姨 然後叔叔永遠是叔叔 你看你們三個我都幫你們解釋完了 對不對 你有姑姑嗎 有 有 林芝君有姑姑嗎 我就是姑姑 喔 妳就是姑姑 喔 妳就是姑姑 喔 妳這麼年紀當姑姑 對 我有一個堂哥 她結婚了 喔 是 妳是姑姑喔 喔 這剛剛應該問妳就好了 喔 解釋了半年 原來妳就是爸爸的 兒子叔叔演員的女兒喔 喔 不好意思 主角是她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位 有平均有姑姑嗎 有 有 姑姑是誰 妳的 妳媽媽 妳爸爸的妹妹 爸爸的妹妹 妹妹有嗎 鄭沛柔有沒有姑姑 我也是姑姑 妳也是姑姑 妳也是姑姑 還答錯 喔 現在怎麼這麼年輕的姑姑啊 是誰的 因為我們家就是內 我爸爸那邊有七個小孩 然後我大阿伯就 就他的女兒已經是就是 所以應該說妳阿公生七個小孩啦 對不對 所以 伯公這些有七個對不對 對 喔 叔叔啦 辦公啦 比爸爸大的叫伯父啦 比爸爸小的叫叔父啦對不對 唉呦 妳看看 小龍女啊 妳自己是姑姑啊 妳看 好好檢討一下 是 妳要回去妳就貼上信包姑娘 請公布正確解答 1 姑姑 好 慢慢思考不要緊張喔 下面一題 十四題請就位 十四題就是 然後比較常看新聞 然後對十四可能比較了解 誰 沒有誰 我們還沒有討論過一個博弈 沒有 就看個人上場可樂 不可能 問題很好 這次感到辛苦了 這次感到辛苦了 好像端午覺華龍舟的龍頭啊 哈哈 來 賀 這個什麼叫賀利雞群 就是這個了 請準備 請出題 馬航班機離奇消失後 引起國際許多關於非安問題的檢視 其中 英國有一架波音747班機 迫降了雲音 相當離奇 請問 根據Travelers Today 他的報導 這台班機 破降的原因是 一 空姐忘了帶飛機餐 二 機長失戀 三 牛放屁 四 忘了加油 請作答 請作答 三名人選啊 牛放屁大家不想理他啦 牛放屁跟他要破降有什麼關係 破降的原因 有一個人選 不是這個題目是說他 飛上去就回來嗎 對 飛上去然後這樣選就是 就回來啦 不是到當地破降嗎 對對對 不一定要回到原本的地方 他就是要直接找一個機場去降落 好 選擇四 忘了加油啊 郭哲瑞 對 會不會太離譜啊 就是忘記加油 嗯 因為我覺得 牛放屁真的是太誇張了 對 然後機長失戀 應該也不至於會 破降 然後如果是空姐忘了帶飛機餐 應該 也不會什麼影響 這裡面最有可能就是 這一次嘛對不對 如果你是機長失戀回來 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觸犯到航空房了吧 除非他是就是 就突然 you know 被 也是不會啦 因為有兩個 通常有兩個機長啊 對 因為你說飛出去 要飛機再為了某個原因回來 萬一試試怎麼辦 對 對 除非他有急迫性 我 我認為這裡面有急迫性啊 是加油吧 忘記 就是啊 真的沒有加油 那不得啊 要飛回來 啊忘記帶餐 啊就大家 少吃一餐怎麼樣 對 可能會抗疫啊 或者是 所以說一試是比較有可能嗎 或者是機長真的太餓了 然後他就昏倒 因為血糖太低 這個我們猜 除非是真的有看過這個 這個新聞啊 梁如青 你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呃 我好像有一點點印象 可是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這一則 那你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 就還蠻離奇的啊 喔 失戀會這樣 除非說那個女朋友 突然到機場來看她 她已經起了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看過一則新聞 然後迫降的原因是機長 怎麼樣怎麼樣的這樣 喔 就不舒服啊或者是 我有點忘記是機長怎麼樣 是 張伯昊 這個因為他說離奇嘛 那離奇其實 如果你用正常的狀況去想的話 忘了加油這個不算離奇 因為它是合理性 人本來就會忘記 嗯 那忘了飛機餐也是一樣的 蛤 好危險 本來就會忘記加油 如果他就離奇應該就是非常難以想像 或是我們 沒有辦法去推理出來的事情 所以 機長失戀算是裡面 因為牛放屁也不太可能吧 我跟你講 飛機 飛機上去都要先檢查 啊 這樣如果什麼東西都要檢查 打燈 完全正常 打台可以才飛啊 所以他油 你看我們上車 沒有油多亮 噔噔噔噔噔 所以這個東西 因為噔噔噔響了 他還沒有去加 這個也叫離奇喔 對 會 也叫離奇喔 因為那一定是會 因為容易喔 你說底下那個加油車有沒有加 加那麼多飛機 忘了加 是很合理 但是你檢查的時候 噔噔噔噔你還可以飛 嗯 那這個就有點離譜啦 那你選了試煉 其實我覺得也真的還蠻大的可能 因為其實試煉他搞不好會覺得他快要死了 嗯 所以如果有飛機上 有任何的人就生病到會死的樣的感覺 就馬上要想 就是馬上要想 所以他可能自己覺得 噢我要死了 好難過 對 正負機師是不能 不能用同一個餐盒啦 嗯 對 不行 他們用餐不能同一個餐進去 怕會賭 哎呀 先看正駕駛吃了有沒有事 然後副駕駛才能吃喔 你知道嗎 OK 選擇1 好 傅瑞珍 我選1是因為 嗯 吃飯很重要嘛 所以 沒有帶飛機餐 所以就會降落 嗯 所以說這麼多 這麼多旅客沒有東西吃 所以要降落 嗯 好 鑽為國中的 尤同學 我一開始是1 2代選 可是又突然想到好像 空姐忘了帶飛機餐 好像有聽到過最近 嗯 嗯 所以就選1 陳同學呢 我覺得 吃飯吃飯黃帝大嘛 吃飯很重要 他如果今天來講是飛很遠的路程 那你不吃飯你會餓啊 那你不吃飯你會餓啊 你看過 你一定看過 有看過 請公布 正確解答 交場不讓小孩參賽的原因 終於找到了台灣所演 吃飯黃帝大嘛 吃飯很重要 他如果今天來講是飛很遠的路程 那你不吃飯你會餓啊 你看過 有看過 請公布 正確解答 3 牛放屁 哇 就真的是 這什麼啊 就那個他們放屁的那個methane啊 就真的那個氣體太多了 然後太 很危險啊 那個只要點火就爆炸了 所以他就飛回來啊 就是危險性了 那你破這樣只要摩擦不是也爆炸 就是會擔心啊 所以就是要趕快下來 然後就把那個空氣打開 可是已經飛上去就不用怕了不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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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放屁還是會累積累積累積 就像有一次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它的屋頂也是爆炸 然後就整個都漸開 對我沒有看過這新聞 對一樣 因為是密集空間 之前我們出過一道題目 一個農村的牛舍 因為累積太多的牛屁 引發爆炸 可想而知 如果是在飛機上 那將是多麼可怕的飛安事件 英國一架飛機 因為載運的乳牛 排出太多的氣體 導致艙內過熱 而觸動活摘警報器 因而緊急迫降 避免傷亡 我們曾經在第一期裡面 精通腦體接觸過 最嚴重就是牛放屁 比起車排放黑煙還嚴重 還要嚴重 破壞整個臭氧症 很難想像對不對 好可怕 所以大家 為什麼不鼓勵大家多吃牛 以後大家少養一些牛 少養魚少一些屁 好可怕 這地球就不會暖化 對 真的真的 各位知道的 來 下面一題 生物體請派代表 好 好 等一下 不可以丟臉 不然一等會就會被人 相信你 加油 加油 不要緊張 請準備 請出題 晉級的巨人 書中的巨人 被捕捉後 進行實驗發現 在缺乏陽光的情況下 部分巨人 會失去活動力 請問 夏戀哪種動物的體溫 及活動力 也會隨 環境溫度的變化 而改變 一 人類 二 海豚 三 麻雀 四 蜥蜴 請做答 是 剛剛一看的晉級的巨人 大家都好幸福 結果跟晉級巨人沒關係 白搞了 四個都選 五個 六個都選一樣的 好 賴同學剛剛沒講到話 賴選硬嘛 來 請說 因為就是蜥蜴是變文動物 所以就是體溫不一定 會跟著環境改變 會跟著環境改變 它會冬眠嗎 我們在確定 可是我們人不是也是 人的體溫活動力也會隨環境變嗎 人是恆溫動物 人是恆溫 可是我們冬天比較沒有活力 夏天比較活力 體溫還是一樣 但是差太多就會死掉 好 所以大家都選蜥蜴了 還有一個 鍾敏如也沒講到話 來 妳補充一下 因為蜥蜴是爬蟲類 就是爬蟲類跟魚類還有量生類 就是變文動物 好 請公布正確解答 四 蜥蜴 恭喜各位同學了 下面一題是記憶題 請派代表 你跟他 你記憶裡面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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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四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常看我们节目都知道 题目出来一定就是说 这个要设定什么样题目 对 常常会有说 比如说 黄金列拳的上面是什么 或者是约克夏的上面 或者是左边是什么 这里面 品种要先知道了 可是有一题 我觉得黄金列拳跟拉布拉多长得很像 很像 就是毛长跟短而已 那怎么去分辨 因为它是拉布拉多长的好朋友 我们今天看的应该是黄金列拳 因为它是比较毛 比较多毛 要不然会掉到那个陷阱里面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人选 有品均你已经选了 黄金列拳了 因为我对狗比较没有特别研究 是 刚刚看到的九只狗 我只认识贵宾 哦 只认识贵宾 那你还记得它在哪边吗 在 左边中间 左边的中间 你现在选的是左边的最右 第二格的最右边 对 就是我现在搞不清楚 那只是拉布拉多还是黄金列拳 如果它是拉布拉多 你选这个 那就厉害了 对 那就厉害了 好 北新国中的陈同学 你选的是秋田犬 没有看到 没有 我 应该是没有 因为 好像就是没有 对 为什么没有 他就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他就没有 了解 好 了解 好像我们也没看到秋田犬 秋田犬长怎样 秋田犬日本的那个 中拳小八 中拳小八 车站里面在等那个狗狗呢 我知道 你去给我的等 那个很可爱 就是有点像mini husky 对 有点小小 但是毛病那么长 对对对 那个很可爱 那个就叫秋田犬 刚刚没看到 对好像没有看到 约克夏跟杜冰是有啦 杜冰在最左边很凶的嘛 对对对 六拳八道那个 约克夏有啊 黑色的那个 有看到啊 我也不记得 雨晗有 我 不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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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认得杜冰跟黄金蜜 哦 有洋宠物吗 没有 没有哦 把照片再宠回来 第一次是 以沙皮 第二次是 雪瑞娜嘛 对不对 那个是牧羊犬啦 最右边是牧羊犬 拉西 接下来贵宾看到了没有 那个是英国女王最爱养的 柯基 柯基短 短腿的 对 然后那个就是 现在那个 那个我就不知道 它是黄金蜜犬 还是拉不拉多了 刚刚证实黄金蜜犬 最凶的是左边这底下 那中间长得很滑稽 那一直就又可以下 那就腊肠 所以没有秋田啦 来请公布正确结朗 三 秋田犬 正确结朗 来 来下一题呢 是医学新知 来请就位 生物和医疗有关系的 对 这个生物非常之好 刚刚讲的偷偷是道 偷偷是道 可以再讲一次 请出题 世界各地 有许多疫苗 纷纷上市 近期台湾发明一种 特别的疫苗 而这个独步全球的疫苗 在医学研究 及实验领域 相当知名的 美国期刊发表 请问 台湾所研发的 这个独步全球的疫苗是 一 香港脚疫苗 二 口臭疫苗 三 糊臭疫苗 四 异味性皮肤炎疫苗 请作答 两个选一 三个选三 一个选四 姚庭文 一个人选四 异味性皮肤炎疫苗 请说 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但是 推理的话 我觉得 二跟三 就是虽然是 有很多人 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应该还没有发明出 这个疫苗 然后 我是一跟四在选 但是 我最后选四 黎玉泉 你选一啊 香港脚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特别 他特别 你们现在年龄 应该不会有香港脚 嗯 应该是当完兵 就会有 因为所有男生 有香港脚 几乎都当兵之后就有了 只是没有换臭袜子 没办法换啦 因为当兵都 毛毛啊 洗衣洗褲都放在那儿 第二天都拿到八人 湖山国中 你也是选 香港脚 嗯 因为台湾其实 是海岛型的 所以较容易 湿闷有霉菌的产生 像我妈就有那种 那个香港脚 哈哈哈哈 没有叫你 把你家的故事跟大家讲 你妈妈 为什么反对你呢 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哈哈 我躲在家里看 哪有中选 哎呦 可是一般都男生怎么会 一定是爸爸传染给他的 对不对 所以你希望有这个香港脚疫苗 赶快买给他 对不对 了解了解 小孩 小孩 亲爱的把他家里讲出来 好可爱 哎呀 章鱼杰 是不是 我是胡臭医苗 你是胡臭医苗 对 不是 我选的是胡臭医苗 刚刚确定在问 什么叫胡臭 就是在公车上一拉靶子就 噢 噢 那个叫胡臭 那个配上香水 那个味道要配对 配不对更臭 噢 对 我觉得那个最讨厌 就是你要用那个来盖住 要选对的 可是那个有 现在有歌啊 有手术 手术 手术 手术把汗先拉掉 第一个 有手汗的也可以拿掉 胡臭的也可以开刀改善 所以这个已经有了 所以也许是不是不需要疫苗 都没有人答对 都没有人选口臭疫苗 口臭疫苗 是口臭疫苗 所以我要打 然后就不会有口臭 不会口臭 因为口臭 当然你的清洁牙齿很重要 牙齿洗牙 还有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 你体质 会造成口臭 口臭疫苗已经有了 请公布 正确解答 2 口臭疫苗 这项科学新知 竟要让这群国中自由生们 全数答错 口臭疫苗 是由福音科大 生物科技系的助理教授 刘佩芬 首开先例 读步全球的研究 它能抑制嘴巴里造成口臭的细菌 近日也将研究成果 发表在美国的医学期刊上 成为医学界的台湾之光 经过了五道题目后 可以发现 十字类的题目 它们似乎比较不擅长 或许与国中时期 都专注在科业上有关 目前各队差距并不大 单独领先的北姓国周 能率先取得6分吗 目前战区落后的壮为国中 面对接下来的空间题 迟迟无法决定人选 最后竟是由他们来做决定 没问题 他们在一起 我身体 没问题 你刚才那个口称都知道了 口称都知道 我攻击得到 我攻击得到 请出题 请注意以下图形 请问 下列哪个 不会是刚刚图形 其他角度 所呈现的样子 请作答 好 5 4 3 2 1 哇 大家都选同样一个了 嗯 嗯 好 呃 甘婷瑜 来 请说 就 他 第一个图形 他摆的是 因为他摆在的地方是侧边 所以 第一个图形应该是对的 嗯 然后如果是用侧面来看的话 第三个和第四个应该也是对的 所以是第二个错 对 而且他第一 他摆在上面的那个方块比较小 所以不可能会是这样 嗯 林继婷也还没讲到话 对不对 来 请说 感觉就是二 感觉就是二 那我找一个比较能多话的让你讲好了 这题就算没讲到话了 请顾布正确解答 2 厉害 好 各加1分 下面一题是英文题 请派代表 这一个英文他是教读学校鲨鱼班的 然后曾经接待在读的外国选择 所以他英文一定是沟通商非常方便 所以下去吧 加油 下去吧 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要有六分的先晋级的 如果没到达六分的就要败不复活了 现在北新是四分最高分的加油 请出题 高解析度 高画质的影像 我们都会用英文缩写HD 来说 请问 HD的英文全文是什么 是没有人选 Digital是什么意思啊 Digital是画 不是 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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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 對 我們將來的電視都要走數位化 所以常常 現在有HD出來 畫質啊 毛細孔都看得清楚 很可怖 對 好 那同學居然選1 2 3沒有選4的 4的Heavy Digital Heavy是很重的意思 Heavy很重 對 High是很高 OK 選擇3的小明女中林雨菡來 因為 High常常用在比如說高科技 HighTax之類的 所以 Digital數位 所以我覺得合起來應該是 EdgeTax 所以HighDigital應該是高數位的對不對 對 書淨堂 喔 就跟他說的一樣 喔 沒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 沒關係 OK 好 那選擇2的有兩位 傅瑞珍 你都下來好多次了喔 那請說 嗯 因為他說高畫質 然後想 他會問這個問題 High應該不太可能 然後 High不太可能 我是不太懂Digital的意思啊 所以我就選第二個 那是甚麼 Heavy是甚麼 Diff Definition Definition是甚麼 Definition是很細 喔 對 很多 畫質變很細這樣 畫質變很細 然後Definition也是一個解釋 比如說一個字的解釋是甚麼 Definition 喔 它的字就是 你要用Definition來形容它的字的意思 但是這個 這個的Definition應該是 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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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清楚就我剛剛講的 對 Heavy 好 游思維 你 我也是跟旁邊這位想法一樣 就是想說 他考這個題目應該不會是 High這種 那個 這種單字 所以就以Heavy的 方向去思考 他後面的單字都沒看過 所以就 就 覺得 比較長的那一個 所以就 有常看電視嗎 有常看電視嗎 還好 比較常看電腦 電腦 對 電視其實有的畫質真的很清楚 對 尤其在轉播球賽 你看那個 唉唷 好像在現場一樣 你現在還看不到他的毛細孔 你在現場怎麼看得到毛細孔 會太遠了 除了他人怎麼樣 對 郭同學 這個我平常就知道 像 High Definition 就是HD 然後LQ 就是Low Quality 喔 怎麼學到的 是在電視上看到 還是是 我平常就知道 喔 因為他是喜歡 你喜歡電腦啊 對不對 對 這個厲害 陳同學 還要補充嗎 我覺得 像剛剛 兩位同學說的 Heavy的話 我覺得 我的想法比較單純 高就High嘛 那就高啊 喔 那你怎麼判斷是Definition 或者是Digital 因為Definition 我不知道它是 系的意思 我只知道它是解析的意思 高解析 嗯 好 請公布 正確解答 1 High Definition 厲害 喔 北欣已經五分了耶 下面一題是 歷史題請就位 已經取得金牌優勢的北欣國中 為了拿下這最後的一分 他們能否派出正中的王牌 來做最後的關門動作呢 請出題 關場現行記 為完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 請問 關於下列描述的情況 何者不符合當時書中的真實狀況 1 慈禧專權 2 官幻腐敗 3 割地賠款 4 施行文字譽 請作答 5 4 3 2 好 因為你們通通選的是4喔 你們北欣過的話 那這題你就過關了 賴同學你要解說一下 那文字譽應該是在 雍正或乾隆其中的部分 但是 觀察現行記可能是在晚一點的時候 所以你們通通選一樣的 所以答案都一樣的 也就是說答對的話 北欣過關 其他還是要面臨敗不復活 請公布正確解答 文字譽應該是在 在雍正或乾隆其中的部分 但是 觀察現行記可能是在晚一點的時候 所以你們通通選一樣的 所以答案都一樣的 也就是說答對的話 北欣過關 其他還是要面臨敗不復活 請公布正確解答 4 施行文字譽 剛剛介紹說我們就是前不前十命來的 所以要有這個氣勢 第一集先下個馬威 五位 我們就兩位 淘汰三位 搶大地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來 明如 意大利 意大利 對活錯 張宇傑 張宇傑 法國 法國 表示有看我們節目 按第一個是最好的 法國 應該是蔚藍海岸那邊對不對 對 差不多 對啊那屬於法國嘛對不對 Provence 對話錯 恭喜法國 來 張宇傑請上 台中 台中小明女中 第一天也五位晉級了 再就一位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數列規律 請問 問號該填入什麼數字 一 四二五 二 五五五 三 六二五 四 八二五 請搶答 觀眾朋友 看出此數列規律了嗎 對本週學科無題的選手來說 自然不是問題 勝負就決定在速度上了 明如 應該是 三 三 六二五 對活錯 恭喜 那關係是什麼 能不能解說 這是第一個 二十五 變二二五 五的平方 五的平方 然後第二個是十五的平方 第三個應該是二十五的平方 喔 所以一二五是 一二五 應該是 就是三十五的平方 就是野狼一二二五 好 厲害來請上 那 欸 好 甘婷瑜 參賽感言 嗯 參賽感言 就 就是想來試試看這樣子 妳是召集人的 妳怎麼會排第一棒下來 因為 就是 在下成績比較沒有那麼好 然後 而且他們相信我會成功 但是還是失敗 姚婷瑜 少了一個 少了召集人 然後 感覺 對了 少了一個 嗯 少一個都很難過 沒錯 但是召集人第一個下來 這是 好 凌慧瑜很難過嗎 嗯 因為他在學校 算是我很好的朋友 喔 不過沒關係啊 又不是第一天而已嘛 常常你們在最後 你們逆轉的也有啊 好 廖悦瑜 參賽感言 有機會參加這個節目 然後 就這樣啊 我覺得 沒有關係 我們會帶著妳的份 繼續努力 對 團隊作戰 李玉全 參賽感言 我覺得很可惜 嗯 想要繼續跟 跟 那個 我們這隊的 一起下去 嗯 但是沒有完成啊 又可惜 就是 少贏這個隊友 我們真的很傷心 然後 就是我們也會連妳的這份也一起努力 然後 謝謝妳 嗯 這個就是遊戲規則 少一位當時比較不好作戰 但是呢 也不見得會全程會失敗 明天也是一樣的賽制 今天淘汰三位 我們先歡送三位 謝謝 謝謝 對 這就是生存遊戲 你不淘汰別人 別人淘汰妳 是 恭喜27位國冠者 金桶好 明天見 可以看得出 遭淘汰的隊伍 都是男演心中的失落 但也必須收拾好心情 來面對明天的挑戰 我們今天能夠晉級 真的是因為我們隊友很合作 而且我們的策略也用得非常好 每個人都有自己專長的歌目 那就派他上去 對啊 我覺得真的是 要感謝我們的隊友 現場討論出狀況 盡讓主持人也倒抽一口氣 這本書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別之處 在哪裡 照片的時候我的眼睛就剛好可能在 就在最中 正中間就跟Mona Lisa一樣 相信會造成很可怕 很驚悚 對 請鎖定明天晚間十點 超市金頭腦 好看